迷恋超商女店员宋肖像被撕毁 他禁搞这些纠缠七年 高雄一名44岁黄西男子 2009年杀到一名郭县超商女店员 他因此画了一张肖像画给女子 没想到却被丢了 他开始骚扰女子 他在脸书搜到一名女大生 以为是他竟留言恐吓 还要校方转交美工刀给女大生 把画割还 他因此被女大生告恐吓罪 判拘役120天可一颗法金 2016年 他又侵入女子的公司LINE群柱 发讯请他把偷的话还来 因此挨告诽谤 但获不起诉 他竟再写字版 挂在女子机车上 指女子不告字取 再度挨告 虽然女子共称 曾告诉男子画一被撕毁 但法官认为 男子无法确证 画是否真的被撕毁 因此他又相当理由确信 字版的内容是真的不构成诽谤 因此判男子无罪确定 当时为高雄报道